童歐翔 憲哥早 早安 練完球了 練完球了 怎麼樣? 那個還好嗎 我肯定沒問題啦 對 主要是球員啦 球員沒問題我就沒問題 那他們應該都有看過你的 各隊球隊開箱了吧 對 基本上啦 基本上啦 所以他們現在的狀態應該就是 按照我講的啦 皮膚很繃得很緊 應該有一點 不會啦 就是因為 這禮拜吧 這禮拜 要比熱身賽 我想說我們都準備好了啦 對 那現在就目前就等羊將來 磨合是一定要的啊 磨合是一定要的 對 了解 那其實大家看完你的球隊開箱啊 大家還是對T1有很多好奇心 到底為什麼要看T1 我跟你講其實 T1有很多地方 可以讓大家就是 多了解 那為什麼要看T1呢 它有幾個重點 好不好 那我講給你們聽 跟我走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T1必看的一些重點 T1有一些選手 他們的長相 跟一些藝人都還很像 你說趙文卓的部分嗎 我本人的部分 就是比較有私心啊 我對上一個阿杜 不是昌哥那個阿杜 是個顧玉成 我覺得呢他個人比較長得像郭彥之星 好像蠻像的耶 就是眼睛的部分 然後我們隊長還蠻像那個台哥 一定有小台哥鎮偉 對 還真的有一點點啦 有一點點像 有一點點像這樣子 再來就是那個台南烈衣 錢偉誠 錢總 帥吧 我覺得他們是基因好 有一個GM帥帥的 形象上面就蠻好的 我們的GM也蠻帥的 帥爆了吧 爆炸了吧 但現在先不要把它排在裡面 因為我們T1很多 很多值得大家去看 包括我們桃園預報 我們的那個洋將 Karen他目前也到台灣了 對 他顏值也是非常的好 也非常高啦 不是非常好 非常高 但是有一點 有一點我要跟球團講解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可以幫他多做一些 贏球衣之類的 你是說可以容易失貨的球衣嗎 就比完賽贏球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 送給就是現場的球迷這樣子 重點不是球衣 重點是他脫了以後 裡面的內 要胸有胸 要腹肌有腹肌 那群肉是嗎 我現在目前 哪一個教練可以練那麼壯 我們相信 教練就是要有他的專業度 我們要呈現出來的東西 但是不是說 對 極右的部分 我們只要考驗 智慧 好嗎 可是聽說台中太陽的總教練 滿有料的 我看到他的那個照片 真的滿有料的 白日夢 冒險 冒險王 裡面的一個 男主角度 我覺得滿像的 就是 就是他的那個 有一個角度 那我 來練一下好了 練一下 想跟他比拼是不是 對 人家說我是趙文卓 對不對 講這講這 為什麼變小熊威力 我也不曉得 那除了這個 顏值的部分呢 大家喊 現在講到實力的部分 現在T1 我們網路到很多 曾經 待過NVN 或者是發展聯盟的一些球員 進場來可以看到他們在 比賽時的一些 不管是技術端 還是他們在球場上的一些 拼勁上面 我覺得這種 視覺享受也是 看點之一啦 像我們桃園雲豹 我們的歐登 歐登他以前也是在 NBA打過魔 對 在魔術 雷霆 肌肉人 那之前也來過 台灣的富邦 就打過 一陣子 一陣子 然後這一次我們也是網過他 然後加入到 桃園雲豹 好 這裡 那台P呢 當然 Stone 跟那個 藍波 還有米秋 看電視跟看現場 真的完全不一樣 尤其是那種很高的 或是很壯的 速度很快的 透過那個畫面 我就感受不到 你真的一定要進場來看 然後那種 瞬間起來那種爆發力 真的很強 真的很好看 然後當然還有台中 台中的Grin跟那個Gid 尤其是那個Gid 他是在 克里夫蘭騎士 脫王者金塊 他曾經跟 Irvin 跟 Thomas 他們是當過隊友的 海神隊的控球 我覺得是比較值得大家去看他的 他在 前NCAA的時候 他是一個助攻王 他那裡就不用講 那塔幣 然後之前我們在 另外一個聯盟 我們也看過他的一些表現 那這一次他也回來了 有這些啦 曾經打過NBA的 打過哪一隊 什麼時候打過 或者有沒有上場 但基本上他有被選 選到NBA他就蠻厲害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大家可以進場 來關心我們現在台灣的直籃 很多的一些海外的 不管是CBA還是NBA的球員 都陸陸續回來 像我們T1也有 像胡龍帽 他現在在那個高雄海神 他的球風我想台灣的球迷都應該都很不陌生 那他在大陸也是一樣 他跟一屆年碰到的時候 他也沒有在怕 雖然他的數據上面 在CBA打的時候 雖然他的數據不是很漂亮 可是他在球隊裡面 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差影子 就是他很壯 他很敢去跟對手去碰壯 我覺得龍帽回來 我覺得對於整個T1聯盟來說 就是說都是加分 那再來就是雪凜 雪凜他在SBL 他在CBA 都拿過冠軍戒指 然後他當然這一次 他說他想要在 第三個聯盟拿到冠軍 所以他這一次回來 我覺得也讓年輕的一些球員來說 就是非常好的一個榜樣 然後再來是比聖 我之前有講過就是中信 他們的年齡層 除了雪凜外 其他的都差不多 所以他們在溝通上面 我覺得這種經驗分享 對他們來說 應該是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刺激 D1的賽制 就如同上次 上一集有提到 就是我們會多一個洋將 我們是三個外援 一個洋萬 可以同時登錄 比賽時間大概就是一集的12分鐘 打48分鐘的 犯規的那個限制 也是一個很溜犯 那當然我們除了這些 比較耳熟能詳的一些賽制 以外呢 我們其實我們T1也針對了 不管是教練 還是裁判 還是球員 等一些就是 講誠制度上面 都會有做一些很好的一個規範 那現在其實我們 這個年代 包括我自己一樣 都是在討論的都是黃金時代 那現在呢 T1的成立 PT的成立 包括現在 SBRO 這個整個聯盟 年齡程度已經開始偏年輕了 主力的球員也好 或是他們要培養的一些新秀也好 都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那個時代 就是給所有台灣的球迷 造成了很多的一些 呃 那叫什麼 願景也好 就是說給我們很多的一些 呃 回憶 那現在呢 我覺得這一次 呃 新的聯盟產生 也可以培育到新的 新的黃金時代 因為我覺得很多的年輕球員 他們都是非常的有潛力 像蔣運安 台灣的Elson 他是在 台灣的控球 所有這幾個控球裡面 然後是屬於比較 頂端的 胡龍帽 然後 亞軒 謝亞軒 余患亞 還有 蘇伊井 還有阿瑪西 我覺得這幾個 都是非常有潛力 他們如果一直 持續的 堅持他們的一個夢想 或者是他們的一些 目標 然後持續的訓練 我覺得他可以在 中華隊佔有一席之力 好 那之前 呃 沒有提到像余患亞 跟那個 蘇伊井 我覺得 阿瑪 他屬於那種比較 不是說組織型的 他屬於雙能維 他人頭 能組織 速度快 身高也夠 我覺得他的潛力也蠻好的 所以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可以持續的去關注他 當然不是說 要把 之前的黃金時代給幹掉 我是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傳承 幾乎每個位置 我們在 現在的年輕的選手上面都有看到 那在 五號位是比較少一點點 五號位是 台灣 現在比較缺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去找一些比較規劃的 像 之前的 Q啊 那這一次有找到 Ateno 有他們的加入啦 有他們加入我覺得 藍潭 我們整個台灣的籃球啦 會慢慢的又可以跟上 就是 國家還有世界的一些角度 最後呢 也是最重要的 那我身為一個桃園隊的一個教練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是比較支持 我們自己就是桃園在地啦 那我們當然希望是說 除了比賽的一個看點以外 當然是周邊的美食 我希望是說球迷 不單單就是來看球 我覺得可以兩天一夜的行程啊 三天兩夜的行程啊 我們有中立夜市 中原夜市 都是值得 值得球迷 除了看球之外 可以去 在我們的 我們的 周遭 然後去可以感受一下 其實我們在 在地的一些美食 我知道桃園還有其他的隊 那我是現在講T1 對 我們是T1的桃園雲豹 我們是為了桃園而戰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在 T1 那我跟各位分享的幾個 就是值得大家來去看的一些重點 然後也不是重點 就是觀看的一個方向啦 球員也好 教練也好 劇院也好 美食也好 對 就分享給大家 那還是希望是說 我們台灣現在有這麼多的球隊在從事 籃球運動 然後這麼多的企業都願意支持 籃球這項運動 也希望所有球迷都可以 進場幫我們加油 不管是支持哪一隊 我希望是說大家都可以 喜歡的籃球那個熱血那個 那個氛圍可以帶來到現場 讓這些的 這些努力的球員可以感受得到 好 那之後呢還有什麼想要了解的 都可以來到我們的頻道 然後告訴我們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的 關注我們 然後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欸 要不要抽獎 抽獎 抽票啊 你有票可以給是不是 我有票可以給 堂堂的一個教練 你一張票都沒有 不是 什麼東西我要問清楚了吧 連朋友都沒了 連票都沒有 我還能幹嘛 結果沒門票自己去買了嗎 自掏腰包也要送啊 但我就不會講啦 既然要送就要送啊 對啊 對啊 我不會講 自己就去買的啊 怎樣 為了廣大的粉絲們 我們送兩張門票吧 好啊 來到頻道 訂閱我們 這一支影片下面留言 然後我們就抽出兩位 一個人一張 好不好 好 例行賽喔 例行賽 就是在下面好不好 在我們資訊欄上面 就會有一個詳細的辦法 那歡迎大家 踴躍的訂閱我們 掰掰